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利突破6800点大关 其中 澳洲整体大盘指数再次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澳洲200指数则距离2007年的最高点还差0.5% 那么在澳洲以外 中国方面昨天上海上涨0.5% 深圳指数则上涨了0.8% 欧美方面 英法德各有涨跌 幅度都在0.5%至0.9%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则出现了小幅的回调 其中 道琼斯指数下跌0.3% 纳斯达克科技指数则下跌1% 最终 标普500大盘指数是下跌了0.5% 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依然稳定在1415美元上下 但是油价则继续向下探底 目前的一桶油的报价大约是56.10美元 在数字货币方面 比特币价格目前徘徊在1万美元上下 最近的报价是9950美元一枚 那么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最近都给我们致电 说到看到澳洲的股市在过去一个多月中是连续的上涨 但是为什么澳洲经济呢 从数据上来看并不是那么好 这难道经济越差股市还能越涨 这个逻辑他们实在是想不通 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有困扰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经济和股市中间所存在的联系 我们知道自从6月初澳洲第一次降息 以及7月份第二次降息以来 澳洲的股市是连创新高 就像刚才说到的呢 大盘指数甚至于已经达到了6800点的高度 这一价格呢 也是过去12年以来的几乎最高价 距离创造历史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那很多朋友会想 那为什么这个股市这么好 但是经济上面呢 并不是这么好的 其实正如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 股市也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价格 它其实反映的呢 是投资者对于未来的预期并不是现在 也不是过去 那么为什么会对未来的预期会不断变好呢 也正是由于包括像降息 像减税 像增加就业等等一些利好政策的刺激之下 才让大家呢 对于这个公司盈利在未来有了预期 从长时间的来看 比如说是5年10年甚至于20年 经济好最终股市才能好 那么这个逻辑呢 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 因为经济好了 上市公司才能赚钱赚得多 赚钱多了呢 股价才能上涨 那如果经济长时间不好的话呢 那自然赚不到钱 股价也会下跌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呢 在短时间之内 经济和股市它并非是同步向前 或者说股市和经济中间有一个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大约就是6至12个月 怎么来说呢 因为现在的我们说到的央行不断的在降息 包括现在的澳洲政府在免税减税 这些政策呢 都使得投资者觉得未来公司盈利会更好 那么这个未来的预期的时间有多长呢 从正常的情况来看 在之后的6到12个月之内 我们需要看到呢 经济的数据实际上能够被这些利好政策所带动起来 也就是之前大家对于公司盈利的预期要转化为现实 如果这个预期结果来看的话 是达不到大家所期望的 那么之前的预期就会变成失望 失望进而就会转成对于以后的担忧 所以说虽然现在政策下来之后 6到12月之内股市会强劲上涨 但是经济数据在稍后也将会必须要体现在 这个体现到这个政策的利好消息 要不然的话 现在的预期在6到12个月之后 那作用就不再起了 所以总体来说 总结一下的话就是在近期至少在政策开始降息之后的 6到12月之内 股市的强劲是有极大的可能将会持续 但是之后股市是否能够持续强劲或者继续上涨 则那个时候就要看经济是不是能够真的有所起色 今天说一个第二个话题 就是有关很多朋友问我们 现在他们比如说之前的生意卖掉之后 想重新开始寻找一个新的事做 有的人问我到底是买一块地 切一切盖几栋房子好呢 还是买一个商铺来收租比较好 那么有关这个问题其实我很难回答 因为呢 如果是赚了钱 我一分也分不到 对不对 他们想到的呢 也肯定不是我们给的建议 那如果亏了钱的话呢 那第一个想的就是 看谁谁谁给我的建议 让我亏了 所以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我们通常不会给出明确的建议 但是呢 虽然不能说明确的建议 但我们不妨可以讨论一下目前的实际情况 我们知道呢 房地产在过去两年都在下跌 虽然现在的拍卖率有所回升 但是最终距离价格的反弹 还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股市的股价 从10块钱呢 现在跌到了5块钱 5块钱不再下跌了 但是它也没有开始反弹至7块钱 所以现在的5块钱 未来是徘徊一段时间之后 是向上还是向下 目前来看 反弹的可能性的确是比较大 但是就像我们做股市里面投资一样 永远不要去抄底 必须要等这个底部确认 开始反弹之后再进场 所以做地产的朋友们的话呢 如果以保守起见来说 我们不妨再等3至6个月 等地价确认 连续2至3个月开始反弹上涨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进场 相对比较稳妥 那么另一种方法的话呢 如果是大家觉得这个不想买地 想买商铺 的确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呢 这个房地产价格是在下跌 但是商用地产 写字楼 工业地产 仓库 这一类资产的价格呢 却一直在上涨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是三年前 我会明确的和大家说 这个与其买楼 那不如去买个商铺 买个仓库 但是在过去的三年 这些资产的价格已经上涨 高达60%到100% 因此回报率呢 也会因此而下降 原来5%的回报 现在只有3% 原来8%的回报 现在只有5% 因此目前商用地产 包括这些写字楼 仓库 以及商铺的价格 已经非常之高 从目前呢 由于这个商铺啊 对于这个实体经济 特别是消费的敏感性 是相当之高 所以在消费 没有得到反弹和回升之前 我个人是不喜欢 在高位进场的 很容易变成的接盘侠 所以总体思路就是呢 如果我们要投资的是房地产 可以等三至六个月 如果要投资的是商铺 那我建议等待时间 那将会更加长 一直需要等待到消费的回升 那么现在做什么投资好 如果咱们手上有很多的钱 那你可以把大部分钱 暂时存在银行当现金 但是少部分的钱 可以买澳洲的指数 可以买澳洲的大盘 为什么呢 因为澳元才从六月开始 才是第一次降息 它的有效程度 刺激股市的有效程度 至少有六到十二月时间 我们就算按六个月时间来算 六月初到今年的十二月圣诞节期间 股市将会有持续的上涨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 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一样 所以 我们如果现在手里有限钱 不妨继续到年底之前 投资到澳洲的股市中来 以上就是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另外在7月28日 也就是这个星期日 我们将会在墨尔本西区 Point Cook 举办一场股票 以及与民宿有关的活动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时间和地址 本周日上午11点30分至1点 地点是在西区 Point Cook的凤凰酒店 欢迎大家报名 8658-0602和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